站住 我叫你来是有目的的 你不会忘了吧 郡主 感谢您将这事告知我 可眼下得知了这么重要的事 我实在没经历 该告诉你的 我已经告诉了 如果你听完秘密转身就走 不让我如愿 那我可就跟你没完 郡主 行了 别苦着脸了 那些东西紫辰帝早就拿到手了 他既然至今都没动你们将军府 接下来 也不会三两日内就动手的 我知道这个脸 可父亲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再理智也不能不着急啊 反正你要是不答应我的要求 那我明天就把你父亲犯罪的事 闹得满城皆知 到时候即便紫辰帝他无心动你父亲 迫于百姓压力 他也不得不将你父亲 绳之以法 你什么表情啊 我强迫你了吗 我不答应 你就要害我们一家 你这还不是强迫吗 这怎么叫强迫呢 杀人犯罪 是我逼你父亲的吗 你愿意跟我做戏 我就帮你们保守秘密 这叫利诱 你不愿意 我就揭发你们 这叫为民申冤 替天行道 行 你有理 你确实上下都是理 我说不过你行了吧 你是说 昭阳郡主跟贺擎天 两人孤男寡女 偷偷钻进桃园了 回王爷 据奴才打探的消息 确实是这样 贺擎天 不过是个空有皮囊 没有头脑的莽夫 既有双眼 是不是瞎了 他有哪里 急上不着光 今天怎么这么巧啊 本郡主跟贺一斌 闲暇无事 来桃林培养感情 王爷这时 也带着王妃 来游玩看风景 上位婚配 叫什么一兵